歡迎各位收看劇場回客室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彭秀慧小姐 Haren Hello 剛才我們說你的APA畢業之後 都做了很多不同的事 掀獵了不同的範疇 但其實你有一個比較獨特的 我想起你也會想到是一個單獨去創作一些東西 所謂單獨的東西 我知道背後也有些人 但出來的形象是一個人 還有你自己本身創作的單位也是一個人的 例如很多同學自己成立了劇團 他們也會有兩位三位的partners 但你是一個人單打獨鬥 是不是 是否這是你自己很喜歡這樣做的 或是形勢 其實是沒有想過 因為我其實沒有野心 我沒有去夢想自己要搞一個團 或者要做什麼大事 在事業上或者表演上 當初我在中英劇團的時候 有一幫好好一起的創作夥伴 我想他們是我最信任的拍檔 因為最密切 但當我自己離開之後 其實他們還在一個團裏面 如果你說人們要搞團 找一些志同道合的 其實已經在劇團裏面出現了 我沒有想過搞團 但我很想試做一個屬於自己的戲 因為作為一個演員 經常都做別人給你的劇本 我很想試試自己寫 我想這是一個轉捏點來的 就是想自己寫 想做一些屬於自己的東西 從這個開始去想 不如我搞一個小演出 是自己寫的 自己做的 因為第一 沒有資金 第二 也不敢去引擎太多的人 因為覺得自己做的東西太少 和太沒什麼特別 我很怕別人來到 哎呀 不會喜歡你的東西 那我不如自己小小地做 是這樣開始 所以我就選擇做獨的戲 做一個自己編自己導自己演的戲 我找了自己很順利的拍檔來客串 就是這樣開始 其實沒有特別想過我 我現在決定要大展拳腳插之旗 做一些自己的東西 不是 那個起步也是這樣 不是一個市場的策略 亦都不是說 一直很想 我一定要做自己的東西 不是那樣東西 只不過是 那個心去到那裡 就是走到那裡 就是想去做些東西 有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我離開了團之後 有一次我幫朋友 搞了一個很小的音樂會 在牛棚裡做的 我幫他做監製 那次也是另一次 就是由零開始的籌備 我沒有試過 因為你在一個全職的劇團裡面 其實你真的很舒服 你收到時間表 你就知道什麼時候回來拍戲演出 所有事情都有人幫你準備好了 你什麼都不用擔心 連飄放都不用擔心 但是那個音樂會 是你由零開始 你去租燈 租樂器 找觀眾 印海報 設計 所有事情都要做 但是原來很辛苦之後 是有很大的滿足感 當我很記得入場的時候 我看到每一個人拿著一張 我們自己印的票進來看 其實那種感覺好像 中學生搞演出 但是那種火 你多麼開心 看到每一個觀眾進來 他們享受演出 那一刻我就想 我是不是忘記了這種滿足感 在劇場工作 我是不是只是顧著自己台上 自己的演出 遺忘了那種感染力 那種 我看到那些觀眾聽到音樂 起身 在動 在叫 那種興奮 我很多謝他們每一個人來看 那種感動 我覺得那一刻我好像忘記了這些東西 於是我就覺得 我也想嘗試有自己一個 一手一腳的演出 嗯 你現在做了多少個 一手一腳的演出 嗯 如果計算那天我做了五次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三次 八次就是所謂的個人作品 另外還有一個叫做 《不眠幽靈》 都是我的劇團 他出品 但我有一個拍檔 是Sennie妹 是 跟我們說一下你怎樣 創作的路程是怎樣 一個人的創作 很有趣 其實創作是很孤獨的 我想任何編劇都經歷這些時間 對於我更加是 我第一次要做自己的劇本的時候 經歷就是 糟了 我要寫些什麼 做些什麼 我想寫些東西 但不知道要說些什麼 然後我想起 很多年前上過 杜國威老師 一個編劇課 他就說你第一個寫的劇本 你不要太大的野心 你寫些自己很有感覺的東西 你很喜歡的東西 那你就會寫得好 於是 我當時就想 就快30歲了 不如不寫30歲吧 因為那一刻我身邊的朋友 全部都快來 議題是不同了很多的 例如說買樓、結婚、事業 很多東西突然衝擊 那我說不如寫一個關於30歲的戲吧 完全沒有考慮市場 我只是覺得自己最接近的 然後去寫 但寫起來的時候 最初自己以為會寫一些很大眾 護膚、衰老的東西 但原來當開始進入的時候 原來編劇 你在進入自己的內心世界 原來不停要問自己的問題 有什麼對你很重要 那件事對你有幾大影響力 在這個過程中 我想等於學戲一樣 也是一個自我發言的過程 當中可以很痛苦 因為你面對自己內弱的地方 或者很不想被人知道的東西 但是在那個過程中 你就要了解自己多了 《二六家》就是一個 自己關上門 熬出來的一個戲 這個戲是包括你自己的創作 寫 演 都是自己的 那怎樣去平衡這幾樣東西 我想中英劇團給了很好的鍛鍊 我們創作的一個火 或者一個活力在裡面 我們很多時候已經做很多創作劇 所以大概都知道 很多靈活的變通在一個劇場裡面 演自己很擅長 所以其實不用太擔心 我第一次做是在藝術會 劇場很小 其實要兼顧的東西真的不多 走位 燈光音響 其實不是太多的東西 所以其實不是太吃力 唯一只是覺得 沒有一個眼睛出來看著我做成怎樣 但是我自己會覺得 可能是一個不足的地方 但也可能是他特別的地方 就好像一個人走上台唱一支屬於他自己的歌 未必需要最精細的導演手法 但也需要很正確的心 我想這就是導演手法 除了讀書的時候 一些Monologue 這個算是你自己讀的電影 沒有其他演員跟你一起演嗎 又不是 我一離開中英劇團 沒多久 我的舊同事羅正文 就找我做了一個讀的戲 叫做夏之火 都做了很多場 我們在藝術會做了四場 然後在麥高利小劇場做了十場 我都忘記了幾場 那個也是由頭到尾一個人演 不過編劇和導演都是Carmen 我只是演 那時候是第一次做讀腳戲 每一次一個人站在台上做讀腳戲 那個感覺是怎樣 有不同的 剛剛做的時候當然是害怕 很緊張 我記得做夏之火的時候 我是緊張到在化妝間 要放了一支有酒精的飲品 要喝到自己不要太清醒 出去做吧 是的 還有很怕的 其實覺得 糟了 整個劇院都是在看著自己 怎麼辦 慢慢開始做得多 你發覺其實 其實沒有分別 你一樣有對手 不過你的對手坐在下面 其實 你不是在演戲 你是在跟他們聊天 所以你相信你的觀眾 那個交流就會出現 他們就會聽你說話 是的 但是如果 讓你看到剛剛的觀眾 閉上眼睛 那會怎樣 因為這些很多時候都會發現 都有的 沒有的 那不要看他那麼多 還有其他觀眾看 看那些點頭 有反應 那些 跟教書差不多 是的 其實是一樣的 真的好像 所以我經常都說 老師其實你們站在教壇上高 其實你們是做演員 沒錯 我同意 下次我們回來繼續聊多些 下次回來再聊 下次回來再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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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